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都是关公的题材 但是这块料子它做不了 因为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里是非常的薄了 那做什么呢 昨天晚上我也想了差不多一个晚上 我们要把薄薄的这个物层把它压掉 压掉之后呢 我们拿这个白肉的这个位置来做主题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大部分这个红黄物层的这个位置 还是可以利用的 这样做出来之后呢 它这个人物的白肉的主题和这个红黄的物层 这个色差会比较明显 这个效果会比较漂亮 那我初步的想法呢 是把这个位置先把它压掉 压掉之后呢 在这个白肉的位置 突出来这个白肉的位置呢 做雷阵子 雷阵子就是在神话故事里边的雷神 雷公 那我们话不多说 现在设计一下 准备开工 看看这看法 OK 现在我手中的这件雷神 已经是打好胚了 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胚型打出来之后呢 它的颜色是特别的分明 这个雷神的翅膀 正好利用它这个黄颜色 布局非常的均匀 然后雷神的这个位置呢 人物的这个位置 是一个白肉的位置 这样打出来呢 它的视觉效果 和它的颜色特别分明 视觉效果特别好 那我们下一步呢 就是做一个修光的处理 修光呢 就是要把这件货的每一个细节 把它做出来 OK 那我们现在就去修光 整件作品 雷神刻画栩栩无声 革调仓 革调仓静 混浑 线条 婉转 零过 进现清刚纯雅之气韵 我们主要利用原材料的外形 颜色分布设计 以中国传统的神话人物为题材 巧妙曲形 巧用俏色 以白肉部位 雕琢出外形夸张 独特又写实的雷弓 环岸型的眉毛 圆灯木木 长着獠牙的标志性雷弓嘴 使它威武尽显 好似像魔鬼 也惧怕它雷电的威力 以黄匪部位 雕琢出霸气的翅膀 展示出直上云霄 之豪言壮志之气势 雷弓入光如炬 雄鸣有神的眼睛 省浮雕与浮雕 技法结合 使作品形象生动 精美威严 最后 朱佩之 肇事吉安 万事迅心 传承圆满 福音严明 OK 这件达玛坎 翘色巧雕的雷神 已经给大家展示过了 抛光起货之后呢 效果是特别的理想 也达到了我们的一个预期 这件作品 是在我们还没有抛光的时候呢 就被一位翠佑给定下了 因为我们工作室 每天会展示一些 我们工作室做好的作品 那天这位翠佑呢 表示非常的喜欢 于是装款定下了 雷神呢 在古代有着 去邪避灾 祈福守正的美好预言 那么 最后 我们也祝愿 所有的翠佑 都能够 远离烦恼 健康平安 OK 我是 预调师张仲遥 如果你也支持手艺人 记得 点赞 收藏 加关注 我们 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